我看这个地图 其实我感觉越南所处的位置就有点 就中国对于越南来说都这个位置 地理位置有点像这个俄国对于中国来讲 是个位置 对压下来的 对 所以说整个的东盟呢 大概我觉得我这几句话能把东盟大概讲清楚 你要说经济上呢 那就更容易理解了 就东盟没有那么复杂 当然它内部的事情之所以复杂 是因为老美 我一直跟就是我的美国朋友讲 就同行们讲 就是还是我之前咱们沟通的那个问题 他们不愿意去理解别人 就是鸡铜鸭讲 所以他们不能理解东南亚的文化 不能理解这种亚洲文化 总想的改变它 然后呢 有一种俯视的心理 所以他们在整个的东盟的事物的处理上 不太成功 不太成功 傲慢吧 可以说 等于把别人作为一种客体了 对吧 对 而中国做东盟这些国家的关系是怎么做的呢 是做家族的关系 做家族的关系 不是简单的外交的手段 并不是的 特别像什么呢 这个呢 确实是不能往深的说 就是点到为止 就特别像古代宗主国对附属国的那种 培养方式 我不但是跟你有外交关系 我对你的这个管理层或者统治阶级的家族 我也做工作 而且我做的不是个人工作 你要听好 这里说的可不是说一个商人 或者谁谁谁去做个人工作 这是指一个政府对一个家族做工作 培养你的后代 各方面的培养 什么叫培养 就是控制嘛 这个是美国人做不到的 这个我记得好像 我记得美国的是哪个 是Brookings还是哪 哪个智库好像他们 我在去年还是前天听到一个 他们那个就是这种 会议里面好像讲的 就是那YouTube上可以看到的那种 好像就是说 他们就那段时间 他们老喜欢说中国搞了一种叫什么 统治技术的输出还是什么 还是统治输出 就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概念 而其中的一环是基建输出 那么然后高层一点的 他好像我记得他们那种定义 好像就管他叫概念叫统治输出 就是说帮那边的统治者治理啊什么 对就治理方法嘛 对对对 还有治理工具可能是 就是这种整个一套体系可能是 对 这些国家的好多的领导人的家族和 接班的那个阶层啊 就是不是一个人是阶层啊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并不是我想象的 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他们也能做到人手一本习近平治国理政 是真的 那就是 就是这个这个树的结构吧 树形的一个结构了 可以看可以想象成是 所以我能想到的就有点像古代的那种 对宗主国对附属国的培养 这个可不是殖民地啊 殖民地是两个概念 因为殖民地是不培养的 那这对吧 所以美国殖民地是例外吗 就是美国是 因为英国人认为 北美殖民地的这些人也是英国人 所以他是允许他自治 可是在印度可没有这样的事啊 所以就不一样 但是宗主国 你比如说明朝和和朝鲜 就是典型的宗主国的关系嘛 那你说当时的朝鲜的国王 他的孩子要到中国去读书 或者说训练 然后他的官员也要接受中国的那些制度 照搬过来 对吧 那么现在呢 我只能说类似 就是中国 因为我一直在跟朋友们强调 东南亚这个地区 对中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实际上 在地缘政治上 他对全世界也是特别重要的 我记得上一期两期的时候 我们讲过 就南海的重要性嘛 对吧 70%的全球航运航生 对啊 就在这里啊 所以说 这个地方 那绝对是中国会把它化成是自己势力范围的最内圈 那么他就会把这些国家要试图变成跟自己是同一体系 才好接触好管理嘛 这跟美国要把世界变成都是同一个资本主义世界 是一个道理嘛 对吧 好沟通好管理 新加坡 是个例外 因为在整个的东盟国家跟中国的交往过程当中 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是倒过来的 就是新加坡帮中国培养了很多官员 就在治理体系上 至少前些年是中国认为李光耀那一套比我们这一套先进 所以如果我们有体制内的朋友会知道 其实好多现在的啊 现任的中共的中层官员都是在新加坡接受过培训的 就行政学院之类的这种学习过的 但是大家你也可以深层次去想 为什么会去新加坡接受培训 你想过这个 我估计啊 就我猜就是想按照新加坡的某些模式来进行运作吧 新加坡什么模式 就是威权模式 对 而且还是个事实上世袭了的威权模式 对吧 所以他这个执政者还是有思考的 他不是说乱来的 但是这两年 我听说去新加坡接受培训的就少了 可能是这些年中共觉得也有制度自信了吧 所以他也不出去学了 嗯 越南呢 又是另一个例外 越南呢 是中国总想培训他 他总想摆脱中国的培训 就是干部这一块啊 嗯 这个可能一般人理解不了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能够说的恰当 就比如说 我们都说干部梯队 实际上呢 小国 包括非洲和亚洲很多小国 他们是没有自己培养自己的干部梯队的能力的 包括军队人员和行政人员都没有 因为他这个国家就是就没有这个实力嘛 就像共产党当年让苏联人培训一样 这是很正常的 嗯 那么这些国家我们刚才讲的东盟的这些国家呢 他们的大部分的中层中高层的官员都是有一定的国外的对他们进行一个训练和培训的经历的 无非就那么几个地方或者这么那么几个选项 要么你是被中国人教育出来的 要么你是被美国人训练出来的 要么你是在欧洲接受的训练 你就不可能有其他选项了 去俄罗斯的我几乎几乎没听说过 嗯 特别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也是一种人才的争夺吧 就是 你培养的人就亲你嘛 他培养的人就亲他嘛 对对对 嗯 那么我们还看到了一种现象就是 我们刚才提到那些国家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的子女 是在美国接受的基础教育 嗯 包括军事教育 我说的基础教育指的是大学啊 就对这些领导人的孩子来说 他们是在美国接受的这个大学教育 嗯 可是呢 当他们回国在自己的国家走上管理岗位之后 接受的这种行政管理的培训是接受的中方的培训 嗯 那么你说这些人他会亲谁呢 我觉得就时间长了就是还是亲中方吧 嗯 事实是亲中方 嗯 有一个时间长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嗯 你这种基础的培训 他随着你回国 他就终止了 嗯 而你在岗位上的这种 这种互动和培训 比如说很简单 你做了某个国家的财政部长 那么呢 中方呢 每年呢 以交流的形式 比如说这个 其实都不用中国的财政部 某个厅就搞定了 就某个省 财政厅呢 嗯 给你几个名额 让你的青年干部到中国来进行学习 对吧 对口的 那么中方的这种交流培训学习 还有什么呢 还有援助 嗯 就他他是一种持续性的给你解决问题 所以这种呢 就就比那种基础培训呢 让你更有依赖感 可是这些人呢 他亲中方 但是他从骨子里呢 又不太瞧得起中国的这一套东西 这是我接触下来的一种状态啊 就是他依赖你 但是他认为你这个东西呢 是有问题的 对 因为他的基础教育会让他就是有一个 呃 辨别嘛 对吧 按照这个基础教育得到 就或者说大学教育得到了这个辨别 他他知道什么是 呃 怎么给他们分这个层次 但是 实际运作里他又离不开这个东西 对 而且美国也没有给他输出这个 等于说是 怎么讲 他等于接触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些基础知识 但是呢 在干活的时候 别人给他卖解决方案的是中国 对吧 解决方案就是包括什么 住场啊 然后给你人员培训啊 交流啊 什么都乱七八糟的都带进去 所以当这批年轻人起来之后 这批人大概现在普遍都是在 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之间 嗯 当他们掌握他们的国家之后 我觉得啊 东盟会有变数 嗯 嗯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自己待的本国 他们本国的这个民情和这个文化 就人的这个组织方式 我估计要适应美式的东西估计还有点难 嗯 一般来讲呢 城市里呢 都是想走美式的道路 缅甸就是个例子嘛 嗯 像柬埔寨泰国都是这样 就是他反对派呢 都是集中在城市里 就跟就跟美国一样 就是发达的地方都是民主党的地盘嘛 嗯 但是这些二代们 他们不太可能会让他们的国家走向民主 因为触及到他们的家族利益嘛 对吧 对啊 对啊 包括泰国现在的这个新国王 他也没说 想让出太多权力 只不过他的他的实力不够 嗯 那么当这些人上台之后呢 会出现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是他们没有他们的父辈 那么大的威望 就可能会镇不住 嗯 这是个问题 像现在的这个新加坡能镇住呢 还是挺难得的 对吧 还是挺得的 那么如果镇不住呢 这就麻烦 就是容易乱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呢 随着这批年轻人 这批真正的见过世界的二代的领导人起来之后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新加坡已经已经是我将要说的这种状态了 马来西亚 泰国 柬埔寨 柬埔寨 越南等等等等 他们会更加主张独立 就会更加主张呢 像欧盟那样就是独立发展 这种独立呢 是不是说相对于东盟的独立 而是这些人会主张东盟相对于中国和美国的独立 新加坡已经是这种状态了 而东盟的这些人呢 很有意思 这个跟他们打过交道的人就会知道 他们之间的家族联系很紧密 就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之间啊 那种家族关系是很紧密的 他不像欧洲国家 欧洲国家他因为都是民主国家嘛 你这个首相跟我这个总理 我们有家族联系 意义也不是特别大 对吧 但是东盟不是 东盟几乎所有国家的领导人 把自己的子女都当成接班人在培养 那个好像总是昨天还是今天 听到条新闻 就是说这个菲律宾的杜特尔特 好像说是要下一次 好像就要就不参选了 然后是让他的女儿还是谁 要去选副总统之类的东西 杜特尔特我没关注他 但他也是个奇葩了 就是就是整个东盟地区啊 就这些领导人家族之间 他们的利益是错综复杂的 就是这种利益 不简单的是关系 而是有真实的利益 比如商业利益 比如说泰国的国王 泰国王室的资产 跟新加坡的国有资本 跟越南的国有资本 跟这个文莱的王室的资产 跟马来西亚的国有资本 都有关系 就是我随便举这几个国家 就是他们是一个套一个的 你也投资我 我也投资你 是这么一种关系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和欧洲中世纪的时候的这种 贵族之间的这个纽 对 而且他们的这些二代呢 也是类似于这种关系 他们有自己的小圈子 就有点 因为他们国家小嘛 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红二代 那个小圈子一样 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圈子 只不过是几个国家的都在 军方啊 政界啊 商界啊 都有这种各种错综复杂的圈子 所以东南亚这个地方 你说 那他们说什么语言呢 如果是自己有个那个跨 这个整个东容的这种 英语 参与过这个圈子 他们说的是英文 那就有意思了 为什么呢 英文本来 因为这个语言 它本身是一种文化的一种载体嘛 对吧 因为我讲了嘛 他们大部分都受过西方的教育 但是大部分在从政 从商就从事到具体的工作之后呢 又是接受的中国的培训和资助 就都是这样的一种普遍的结构和现象 很普遍 其实 就给你举个例子 就喝酒上 几乎喝的没有白酒 那就是 全是老外这套 对 老外这套 就是我就是想 就您前面讲这个 关于他们在美国 或是在什么 这个西方上大学的这个事情 我就讲 这个是不是如果换成这个全球化和非全球化的这个对 怎么讲 叫对垒也好 叫对立也好的话 那么他们这些二代的这些人 等于他等于说是一个底色是全球化的这样子一批 底色是 底色是全球化的 这是肯定的 但是我刚才反映是 我以为你想问底色是商人还是政治家 不是 我就想知道这个 因为我感觉这个 把他们放在这个全球化和非全球化 或者说是资本 来可以就是覆盖了这样子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人群的角度 可能会更有意思 所以我就问了这个 他们底色是全球化的 在文化上呢 他们是亲西方文化的 你可以理解为一帮 喝可乐 喝可乐看好莱坞 这么一帮人 但是在手段上 是非常的中式的 风格上 是中式的 而且甚至他 他比中共还中式 因为他不是中共式 他是中式 就是特别像 传统的那个中国的那种帝王的那种 那种方式 讲家族 讲传承 讲 讲规矩 那这个观念就看他们怎么融合 这个就是他们的偏好和他们的做事 因为这有一种撕裂嘛 对吧 有一种种这种撕裂的这种感觉 对 有一种这种感觉 总之跟他们打交道的感觉挺有意思的 跟西方人打交道的感觉不一样 跟日本人 韩国人打交道的感觉又不一样 因为他们属于比较 比较融合的那种 mix的那种 感觉不一样 不过说到日本 就是在整个的东南亚地区 本身日本的力量是很大的 我以前也讲过嘛 对 最早的时候我也讲过 就是说美国掌控东南亚 其实是通过日本做抓手的 但是这些年下来 就是从二代的这个层面来看 日本人的影响力是在降低的 我不知道这个与整个的全球的文化的发展 有没有关系 就是我只听说过有一个人 是在这些国家里 就是二代的官员 就是政长级的这个官员 我只听说过 有一个人是日语讲的特别流利的 在日本接受的 在日本接受的全部的几乎全部的教育 那我可能还是和全球化的大背景有关系吧 因为全球化的话 肯定是英语是通行的吧 对吧 对 那么日本没有作为全球化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主导性的力量吧 至少说是 它很强 但是它没有成为一种主导性的东西 然后文化辐射上 它现在也逊于这个 韩国 那是差远了 它还是全世界一股风 对啊 所以就是说 有这个问题存在 那就是 但是我挺佩服日本人的 就是日本在东南亚的这个扎根还是挺深的 而且 我自己打交道的经验 无论是在东南亚还是在 在非洲 日本商人 素质还是比较高的 最高的应该是 群体上 这是我的感觉 他们 日本人应该是很讲究那种深根的 深根细作 包括巴西应该也有很多 日本的吧 还有就是南美洲 对 很多 日本人我还是挺佩服的 他们确实是厉害 这个民族不简单 是啊 他们就是 他们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的 这个土地的地理位置 放在这边 局限性 这个也是 雄起了一次 摔个半死 这个没办法 他 其实日本前面的坑还很多 因为他如果突破了这个地理条件的话 他就要面对文化上的这种挑战 因为你 吞了更多的地方 你就要融合他 对吧 你不可能一直是采取一种高压的那种手段 你肯定得融合 那这个融合的话 是不是会对日本本身的这个文化造成一种反噬呢 很难 很难讲 所以说如果反噬以后 你日本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文化的这些元素 还能不能保存呢 你的这个 返回到你的这个 产学研计上 你是不是还能存在这种竞争优势呢 所以说这个东西 就我以前是这么想 这么去想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想想 其实日本人现在也不算太BH吧 就是说因为你一旦面临那种选择的时候 可能那时候日本就不是他们以前的这种日本 也很有可能 是 日本能走到今天也已经挺不容易了 确实我们说日本应该算是我们亚洲人在近代的榜样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对吧 对 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郭文贵以前说过一句话嘛 说亚洲人的面子大部分是日本人挣来的嘛 对吧 对 那他有航母有飞机啊 亚洲那时候其他人有什么什么都没有 对 是这样 今天也是聊了聊东南亚 其实我聊东南亚 我聊不出太复杂的东西 因为 我对那比较熟悉 就是大部分地方 就像我聊美国一样 我总觉得他 他 很简单 或者不是简单 就是我能把它说清楚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